往外 比如说我们设置一个公共的设施带 那公共设施带的话基本上就会说减到陆府 那其实有时候 对 我知道 对 可是问题是因为我去看过有一些路段嘛 它其实没有到90 对 对 它其实没有到90 就是其实这样子北新路呢 有一个就是火车站前面的路口 左边 对面那个饮食店前面那边 其实就那里就有公车拍 对 就是那个什么斯诺勒再过来一点 对 我知道那一个 那还有那个东方石旁那边 对 前面也是 对 因为那边都没有完全 那一段就是要它要走下来嘛 对 没错 对啊 因为那一个 因为那一个之前公所我们其实也有发现啦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好像也有找台电会看过 但是只不过说 那个已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 因为当初台电是说它要已OK 但是只不过说我们要提供位置给它 比如说要去跟居民沟通协调等等的 然后是要 应该是要移出来啦 那移出来的话 因为它刚好又是一个要接近加班的地方 所以它那时候也是建议说 其实这样子也相对有点危险 那其实我们是不是在重新的审慎评估之后 然后再跟他们讲 那他们愿意配合 所以这部分我们当然我们会可以重新再去检视一下 那边看应该怎么办会比较安全 然后又不会妨碍我们人行道的一个通行这样子 那我知道那政工所就是蛮有 就是希望说未来如果说可以调整的话 对对对对 那个部分我们会来努力 对对对对 没有问题 那因为有 那当时因为我就想说 因为做这个人行道的事情 那验收单位也是政工所的人去验收嘛 也是 也是 对啊 可是因为就是我就说有陆幅古道的地方 那个验收是怎么通过的那时候 陆幅啊 对就近宽的部分啊 那近宽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我们验收都是暗图施工啦 那暗图基本上它当时的设计 可能就先暂时性的 先把那个变境箱先留在原地 先维持现状 对可是你如果维持现状 就等于说我们现在在一次的施工 就是要再一次花钱 对我是想说既有的我们就没关系了 就是我们就是在做计划去把它做改善嘛 因为那就是希望 因为我知道未来我们一定还会增加人行道 包含我们长春路三段的部分也一直有在规划嘛 对也会因为那个人行道 我知道是中央那边会补助蛮多的经费的 那我希望之后政工所在做新的人行道的时候 要同时跟台电还有消防 因为有消防消防问题有时候会在上面 对对就是那个可能要先协调以后再做 这没问题 可以吗 对可以啊 这OK 对啊 协议员 大概就这样 然后 别人会这么做啦 那个长春路三段有预计什么时候做人行道吗 因为有选民在问 因为那一顿很多 对 就是附近 光后面那个志强那边就很多新社区嘛 对没错 对然后那边小朋友多 是 所以他就一直在路上 可是因为你说没做人行道的话 对 就是车子其实都一直并排停车 对没错 会有并排停车的问题 然后可是因为并排停车的话 小朋友就完全没有位置走 他可能要走到马路中间 对对对 就然后里面又 里面先停摩托车 是 外面在停机车 对对对 那边那个小枕鼠又 对 还蛮有名的 对对对 所以就那一段就比较危险 因为现在长春路三段 基本上它是20米的计划导入 但是基本上它很多路幅 路间的空间 其实是没有做充分的利用 那变成就会有这种并排停车 虽然它是视线道 对 但是其实都只有一线道在走 对所以就是我意思说 如果你重新规划 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宽的路 其实是很好做规划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 之后做人行道 在长春路的部分 有没有办法坐高一点点 其实我们人行道都希望坐高 对 但是只不过说 这个当然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对啊 因为坐高 比较不会让给人家停上去嘛 有它的困难度 为什么 因为住家 因为它那个基本上 以前的住家在兴建的时候 它通常会跟路 我知道它就会跟那个 它会有一个砍 对 我们坐高起来之后 建成它会比路面还要低 这样就有困难 而且它下雨会淹进去 我们北新路做这一段 其实很辛苦 就是因为跟民众 因为有这个问题 对 有这个争议存在 所以我们必须跟民众 要有充分的一个沟通协调 那必须就是说 我们可能也要 让他们了解说 基本上我们可以让他 因为通常他们骑的 都会做停车使用 对对对 或者是他一楼是车库 对对对 他就必须开上去 他必须要开上去 因为这是他们的习惯性 这样已经要去改变 所以他真的很有困难 所以我们后来必须就是 就是协调他第一个 我们第一个 要不然按照规定 是要做15公分高 对 那后来呢 那基本上为了 这个符合他们的需求 所以我们降到了 8到10公分 然后甚至连路原始 我们也做协谱式的 对因为他就比较好 对这是可跨越式 但是基本上按照 一件所规定 人行道是不可以做 可跨越式的 没有错 他必须要做一个垂直的 不可以让车量 能够上到人行道 但是实际上 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只要是这么做 召开说明会也好 基本上民众都是反弹的 其实就像我们北京 还有上一次 我们现在刚做好的 超阳路 我们就开了 两三次的说明会 基本上都是被炮轰的 因为民众基本上 就是不支持人行道 所以这部分 当然会有冲突 那当然一般我们的行人 当然希望有人行道 是最安全的 可是住家来讲 他们认为 维持现状是最好 或者是他做生意 对没有错 所以这当然就会有一些冲突 会先出在 应该说 现在在那个 日本他们的做法 就是说如果是关于 店家的部分的话 他们其实因为他们的 人行道做得蛮宽的 然后可是他们会在 例如说这一条商店街里面 他会有一块是 就是折下去的 他就是那一块 就是给你卸货使用 对我觉得就是有一些 方法可以参考一下 是这部分我们也 其实当时在做人行道规划 其实我们也都很努力 也有参考借近日本的 一些相关的经验 但是真的把这个设计下去 跟居民沟通的时候 他们还是不愿意 所以这部分的话 可能还是有它的难度 但是只要能够先 把人行道做起来 我们基本上就已经觉得 已经达到我们的一个 既定的目标了 那我问好 这样谢谢您的回答很好 那我问一下那个 之后再跟那个电商的这个 还有消防传染问题 大概有可以有一个 规划的日期吗 就是或者是一个计划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做 例如电商的清查 对然后位置 然后如果跟人行道上面的话 对然后什么时候 我们今年度的话 或许我们的一个道路的 劳务的一个开口契约 我们或许就可以把这个部分 能作为旅乐项目 然后就请我们的厂商 去检视我们已经做好的 既有人行道的路段 去检视它的这一个金宽 够不够 或者是有没有消防酸 或者是这个变电箱 这样的一个存在 我们去做一个普查 然后普查完成了之后 我们再邀请相关的单位 再来研议 看是要牵涉到哪里去 来做一个调整 那这个预计我们应该会是在五月份 会启动这样的一个劳务案 所以到时候可能发报出去 应该也是六月份大概才会开始 有办法去做清查 好 那大概了解 那后续再 如果到时候再请你们 跟我通知一下 可以啊 可以啊 就是让我了解一下状况 对对对 没问题 因为如果说需要经费之类的 就是明年度的预算 也许也可以帮忙争取一下 或是做提案之类的 这个谢谢议员 对啊 因为工作的裁员现在比较解决 定期会 对 五月份大概定期会 如果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帮忙提醒 好啊好啊好啊 谢谢议员 对对 大概就这样 因为我对我自己比较不方便 就会希望这方面 那当然 对对对 而且包含像二重浦那边的 对 那个路 就是应该说 还同的上学的路径上 也会有边点想挡住 对 在那个二重国小出来到 应该是光明路 还是中央路的部分 对 中央路那个 其实也蛮多人反应过了 对 然后我希望就是 也是在二重地区的便便箱 就是对 对 协同台电先协调一下 因为中央路那个部分 我记得地缘办公室 这边有发文来嘛 对对对对对 我们有转区给宪政府 还有那个台电 因为它里面好像有 交通号制的控制箱 然后还有台电的便便箱 那所以这两个单位 我们都有在发文 好 就请他们排程处理就对了 对对对 好谢谢 我回来协议员 好谢谢你们 谢谢 好那大概就这样 那你觉得 那我协议员 那我协议员 所以这 这边有两个问题 哪一个 这个 哦 未来规划 对啊 这个刚才有问 我说未来要规划的时候 可以跟台电 跟消防单位做整个 可以做吗 可以 可以 嗯 对 对 然后协同台电 测材的成型到 这个是五月份的时候 你要记录一下 五月 也是五月清朝 嗯 对 嗯 对 哦 对啊 这个是请正 我是说验收单位 就是正公所的人做验收 对 对啊 那未来如果说 在验收上面 希望可以再有个一点 嗯 对 这个当然我们就希望 是在规划的阶段的时候 就能够先把这一些 呃 这个 呃 阻碍 我们希望就能够先 就先排除 这样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对对对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嗯 对那因为刚好 之前做人行到 其实营建署好 基本上他给的期程都很赶 所以我们没有赶在 那一个工期内完成的话 因为譬如说 跟其他管线单位 要去沟通 要去协调 其实都要花时间 然后再跟居民 第一个 我们必须要跟他做充分的沟通 其实就花了很多时间 然后假如没有在 如期的这个期限内完成的话 不住 基本上就会流失 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工所的压力也是很大啦 啊 只如说我们 当然 呃 基本上现在可能还是会有一些 呃 美中不足的地方 但未来我们可能会再去 做一个检讨 那看怎么样去把它加强 做一个改善啊 嗯 谢谢 谢谢 那最近那个停下的问题 我会再请警察多注意 对 对 因为其实北京路还是有 有稍微有一点改善 有 有一点改善 真的我们看那最近警察局的确 开单开的蛮勤的 很好 没有啦我的想法是说 就是要先让大家养成习惯 对 而且我有个问题耶 嗯 因为 其实 像北京路有 前面那一段啊 其实它是没有划红线 嗯 可是我不知道没有划红线 为什么 嗯 那就比较路边白线可以停车的啊 也不行 有为什么 因为它那个是道路边线 哦 它是道路边线 所以其实不是那个停车的白线 不是不是不是 所以它变成说 它只要停车还是可以开单的 因为它是车道的范围 所以是这样 所以像那个中正男的也是这个状况 是 对 可是这样子 但中正男的 停车问题怎么解决 只能停他们停在一楼 只能停在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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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这样 可是如果他一楼做生意 他就没办法 他就没有办法 那他可能就要找附近 看有没有公有的停车场 租的停车场 或是私人的停车场 啊 有一个 我知道有一个 我最近有听到一个想法 是一个 也是主动选民跟我提议的 他说公所有没有 兴趣去出一个类似停车卡的东西 嗯 然后是以月租的方式 哦 这个应援包吧 这个 因为他如果买那张卡 或是他去就是定期扣款 类似的那个卡 对 他就是这里的时候停车格 对 就是主动证的时候停车格 对 看到他都可以停 对 然后那他是以月票的方式 是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有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东西 有开放月租 哦 那比如说我们北新路 基本上现在其实有很多停车格 呃 其实因为实施收费之后 原本那边都停满的 结果开始收费之后就被人停了 可是你们是单的吗 没有 我们是以路段 就是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是开放全部 就是主动的 全证的 对全证的 就是我买了以后 我在竹中证可以停 可是这个基本上我们会看啦 因为比如说假如说 因为你如果是路段的话 那我是买这个路段 要买这个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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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没有 因为他大部分 都是在住家附近 在常用的路段 对 那因为他假如说 比如说他在住北新路 他可能就是月租 就是住在北新路上 对不对 他只要停那个路段 可是如果他停别路段 就还是要付费了 对 他就是要付费 没有错 对 是这样 但这个或许我们可以 讨论一下啦 对对对 对因为毕竟也怕说 他假如这样子 因为他是月租我一个月 就缴一次费用 但是我无论到哪里 我都可以无限停 那这个就会影响到 比如说市场周边 他的停车率很高 那他的周转率 就会降低 那其实当初我们要实施 路边收费停车格 就是要提高他的 一个停车的周转率 对那他假如说 我月租了 那好啊那我就给你 停个两天 停个三天 甚至停个一个月都可以 那就会影响其他的 自己有车 擁有车子的权利 也是有别的考量就对了 对所以这部分 或许我们可以来研究一下 了解 或者是就是只有市场那边的不开放 其他开放也 这也OK 或许啦 这个我们可以来研究 对因为那个就变了 看医生像这样子的 就会比较 他聆听他就不用再找一次这样 对 看医生那样 这也可以啦 对啊 路外的都有月租 所以路外的都是足一月租吗 路外的都有月租 那路边的话 我们现在也有开放 但是只不过就是按路段 对 按照路段去开放月租 了解 但是这个有宣导吗 民众会知道吗 呃 我们都有公告 对 然后我们的官网上面也有放 对啊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或许我们之后会再加强啦 诶我们在这个时候有没有自己的粉丝团业 这类的东西 有 有对 有对 但是什么团团有摆吗 之前有 之前有摆 因为这个我们是在106年的时候就回了 我们都宣导一下 对对对对 因为 就是我在想是因为付费 所以不愿意用 还是 就是为什么要天路边 对 没有就是因为我是很担心 就是他压到人行当 因为人行当是星座的 嗯 就是不喜欢他这样诱惯 因为有些他付费的话 他们宁愿走远一点 对他没有 或者是他宁愿违规 因为如果紧他没有取地的话 对没有错 对对 可是 坦白讲就是有别的国家 他的规矩很好 其实是因为他罚的超凶的 对啦 可是像台北没有人敢提啊 那是因为台北抓超紧 是啊 而且最主要是有脱掉 台北抓超紧 那因为他主动没有脱掉 可是因为我知道脱掉 谈不容 是因为主动的 保管差 对 对 的 对啊 位置或是什么样 人家觉得说不划算什么的 对啦 没有错 但是其实我觉得主动做得起来 因为主动我已经超多了 其实可以 其实可以 但是这个 路也太小了 对啊 先天条件不好 对 路也太小是没错 没错 好的 大概来解 谢谢 谢谢议员 谢谢 刚刚讲那个不然再重新公告一次 好啊 对啊 重新公告 再用一些 再把粉丝团那些再 再 对对对对对 我们之前也是有发文给所有的理办公处 然后请他们来协助宣导 宣导这样子 了解 好那可能再宣导 再帮忙一下 再帮忙一下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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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这几个 最近这几个案子 有在作人行道的都是客委会的 嗯 都是营建署不出的经费 人本计划 对对对 都是人本环境的建制计划 最近还会在 最近的话 基本上因为我们朝阳路也刚刚完工 所以说 目前的话 会有应该是 坐在竹东镇内 可能是县府的交流处 可能最近会有一个计划 要实施 在我们的竹东镇 那他做的可能是东陵路 还有东镇路 但这部分可能他们还在设计阶段 还在跟营建署那边在做讨论 还不确定 哦 中镇路 对 中镇路也是现管的 不是 是公所管的 但是 但是他就是结合他们中心河道的 一个水和空间再造计划 去整体做一个步行程式的 这样子一个概念 去做一个设计 所以他要把步道的串联 又融入进去他们的规划案当中 嗯 那大概就是中镇南路跟东陵路 目前 今年度假如说真的营建署核定下来的话 可能会做的路段 中镇南路跟东陵路 中镇路 对 中镇南路是 中镇路 中镇路已经做了 已经做了 中镇路 中镇南路 对 中镇 Marin 中镇南路 中镇灵路 中镇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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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他们初步的规划是 因为其实都有既有人行道 但是他们可能是想要拓款 了解 让步行的一个空间的路数比较大 比较好走 谢谢 我问一下如果有想过加那个杆子 车主 对车主吗 有 问一下 问一下 因为我知道这样子就车子比较不会上 因为像香港是全部危险 然后日本也是在某一些路段 比较容易被聆听的 他就是被压上去 因为我说我们整个地方坐的比较扁 那可能就是在坐比较扁了以后 那可能其他的配料措施 就是不要让人家压上 可是因为我们坐比较扁 就让人家停到他一楼 所以说家边说他只要一楼 有店家的基本上他还是有停车的需求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不会做 就不会做 那大概现在我们观察的结果 其实大部分会停 你假如住家前面 其实没有人会去停 他都大部分都是停在那个没有住家的分行道 对对对那一个 那那种的基本上我们也已经清查出来 然后我们已经目前在规划设计车主的行程 那因为那街道上馆 你街道上馆 你国小前面那一段就有做 对就有做 对因为我们现在也就是说车主的形式 基本上我们也希望是能够比较符合美学的 嗯 是啊 对 否则有时候你车主有时候坐上去 有时候真的反而好 妨碍了我们整个世隆景观啊 所以我们希望是说 座也要做得好看一点点 结合我们的城市美学 那我问一下 因为那个北新路后段那边啊 嗯 他的那个人行道很破旧了 哪里 一段吗 北新路 就是那个在荣民医院前面 对对对没有错 其实他本来就 那边人本来就比较少 对 可是因为他就是很 很破烂 那边就是都爆掉了 对没有错 对 那个之后会计划去 那个应该是会有 因为那边基本上也不会有一些民众的抗争 所以那个相对来讲是比较好做的 所以那个部分我们有在我们的计划范围内 那就是看今年度的营建署假如有开放这样的一个 申请啊 申请之内的 对对我们会评估 看是不是就把那一个路段列为优先 了解 那有一点啊 因为应该说 有希望那个有时候中央的计划开放申请的那个消息 可以在就是在注意那个时间 对因为之前有应该说 县府有时候他们可能不一定会注意到那个公告的时间 所以就导致我们的工程要送案子就比较敢 对就是设计上然后或者会压缩到时间 然后就已经很晚了 对对对对 通常就是这样 对但是应该是 如果说县府那边没有帮我们注意到的话 我们自己要去 对 知道这个讯息 这样会比较 把时间拉长 大家比较宽裕 也可以 民众讨论也不用那么干 就觉得啊 怎么都弄那么急啊 现在才告诉我 当然其实也不是什么问题 有有有 其实基本上我们现在有要提计划的话 基本上我们都预做准备 对啊 像秘书也有指示我们 像之前秘书有跟我们提一个做后车停的 在邮局前面做后车停的 那其实那时候工作总局都还没有通知 但我们就先预做准备 把计划书备妥了 对 然后他通知来 真的只剩下三天的时间 好可怕 好在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就马上就罚我们 好可怕 所以这个部分 对对对 所以我说真的要预先做一些准备 这样子 会比较充裕一点 对对对 谢谢 大概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还有那个 因为我在那个议会是负责那个主计的那个小组 对然后就是 对我会注意一下那个拨款的时间 对对对 因为听说都会有点小拖欠 对对 这有时候就是 厂商只要一看到我们的招备公告上面 写预算的来源 好 新竹县政府 基本上他们的投标意愿 对就不高 对对对对 所以最近我会跟那个主计还有财政的部分 再看一下状况怎么样 因为有听说有些学校也有反应 是 然后很多工程也有反应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部分我会再进行一下 好的再有劳议员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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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哎 没关系我们慢慢收就好了 我们慢慢收就好 不用分了 没关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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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今天开会还可以吗 帮扣还可以吗 收到的一些 你觉得收到的 那个 可以一直看 拜拜 先观察一下 谢谢 谢谢 先观察一下